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就是我这种小人占领镇地吗 所以有人说徐老师这方面有勇气 没有 做的不好 人家做的好的是为了电视把自己的研究 旧的电视来发挥 那才是比较红的 我们这种老是借电视说自己的话 不好 边缘话 行 那今天看看你们俩借自己的知识 来发挥一个话题 这话题咱说过 前一阵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还说 华南虎你都想不到 年化吗 你看你都知道新的 华南虎这个事 那个时候咱们跟文道聊的时候还在说 说特别奇怪 为什么这么一张照片的真假 成了全国一段时间新闻的头条 当时分析的原因 说是十七大 十七大一般是新闻的淡 最大的是十七大的新闻 所以其他的新闻显得淡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 为什么从咱们说了 一直到现在这些日子以来 关于华南虎的新闻和讨论 不但没有降温 不断的花样翻新 到现在还是那么火 这就以前说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因为有人管加料 你咱料都忘了加 你知道吗 我先给你们两位概略了解一下 这个事件的发展 一步步 做什么到今天的 咱们来瞅瞅 ých众 东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有兴议 好多中国人民的想象力 好家伙极大发挥 我们官员会想象力也特别丰富 我都发现挺好玩 我倾向于它是假的 但是我发现中国有个特点 你越是大的事件 造假水平它越低 怎么讲 你看上去汉兴事件 弄个芯片 国外买过芯片 然后把人家把字磨掉 打的字 好大一大事件 这个呢 哇 哪一个年画造伤 就民工水平造假 也不真的 一定是年画 说不定是真的 不是 现在人家就是很大争议 就年画门事件 说那个是跟年画上的老虎 怎么一模一样 我当年做文涛派案 当时的报道曾经说过 就周正龙一个人 咱们都不相信 就假如说人家是造假的话 周正龙一个人造不了假 对 但是呢 一般提出来的两个关键人物 说是小舅子 两个小舅子 一个小舅子呢 就是是当地的 好像是一个什么局长 经贸局长什么的 据说周正龙拍这个老虎的 那个照相机啊 就是这小舅子给他 后来说呢 还有一个小舅子 那个小舅子是在当地 开照片洗印店 而且你知道这个线呢 搞喷会 搞喷会的 这个线一进门啊 有一个大的广告牌 电脑喷会的广告牌 原来广告牌上就两句话 那意思到我们这看风景 吃什么蘑菇 他那大概有一种什么特产 后来呢 加了一句话 因为有专家到他那找华南虎之后啊 线里临时又加了一句话 就是文华南虎校 就等于这是我们线一个招牌 旅游卖点 没错 然后他那个小舅子说 当时这活是他干的 就是线里广告牌上的那个华南虎 是他这个小舅子的这个店呢 给充印的 他说那是从网上找的华南虎 但是他说 说你看周正龙的这个华南虎啊 你到网上找找 你肯定找不找 结果现在呢 在年华上找找了 是吗 我从积极方面看 有很多好效果啊 我是看积极的方面 现在大家就关心了 环保嘛 这配合和谐社会环保主题嘛 我看到深圳的报纸啊 飞机上看到 整整一版 讲这个华南虎 我就一跑来 其实他毫无关系 他讲深圳野生动物园 有多少华南虎 然后现在很多人呢 就跑到野生动物园去拍 然后还专门有人指导 怎么拍出这个角度 就抽成龙板的 在一定的时间 拿了那个照片 拿了照相机 凑到那个 那个养的华南虎的那个角度 就那虎呢 还站起来一下 把他们全吓跑了 等等诸如此类 整整一版 你说的对 这个合约社会啊 就是这个华南虎事件嘛 他一开始 他就政治化了 不是说 他不是说网民 不是说网民给他政治化了 因为网民他不是老质疑 质疑他政府的问题嘛 政府你是故意归搞的嘛 其实不是的 政府自己自己把政治化了 叫盛世出门虎 太多说法 盛世出门虎 盛世出门虎 对 那多年不见了 二十多年不见了 邓小平时代以后就没门虎了 突然现在出一门虎 那就跟非洲现在是盛世了 非洲多少年盛世了 是吗 原始社会 在中国的传统 在中国 你知道哪个皇帝 这位是自己是盛世 他就会出些新鲜东西 以前是出家河 什么叫家河呢 就是一个股顺上长好几个顺 对 家河 对 我这盛世 地方官就疯疯往里线 你看 我们这长三个 你说这我长五个 我长四个 后来还有一个 海语官员特有意思 线了一个石头 说给皇帝 说盛世出这个石头 这石头怎么做 石头现在是红的 中心耿耿 海语官员说 你那石头中心耿耿 我们这石头全照反 那时候董建华 做特首的时候 有两个地方 声称是他的故乡 然后有个地方 就找出一块石头 就说原生的 跟香港地图一模一样 我天哪 盛世出这玩意 但是我跟你讲 他这个 你要说这个 这个盛不盛世 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对一个小地方的 这个改变 乃至于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人的这个改变 就是一个事情 在那个小山村里 闪南的一个大山里 一出现 这个小村子啊 马上表现出 招待所旅馆都不够 几百个记者 那起来到处乱转 然后呢 周正龙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因为呢 每天原来 每天起来 不是 现在网仪 现在网仪 15万买了 他那个照片 然后他还不同意 我看到最新的报道 是这样 有40张上去 他现在到公安局 报案了 你说那个深圳 那个这个拍的 野生动植物园 顺德有一山庄啊 你知道 专门跑到大山 找到周正龙 跟他谈 就是说呀 我们那儿有一个动物园 不是 有一个动物表演团 马戏团 邀请周正龙当副团长 马戏团副团长 然后就是说呢 说我们 盛世出门虎 顺德那边 全民丸子老虎 顺德那边 准备了三只东北虎 不是周正龙 这是华南虎 说三只东北虎 然后跟周正龙说 我们提供给你一个 2000万像素的相机 你到我们这来拍 我们来看看 你拍的跟那个真的 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但后来那记者 跟他家来聊天 周正龙说 但是这个马戏团副团长 月工资不太高 我们不太想去 还是摸摸糊糊说 说你看湖南那边 现在请我去找东北虎 说给我50万 给我50万找东北虎 当地也曾经说 据周正龙讲 说你发现一个老虎脚印 讲你5000块钱 然后你要是拍到一个 一个老虎的冬季 讲你2万块钱 他要真找到那老虎 就围着 带着老虎转 那脚印越多越有钱 没错 现在周正龙 找到老虎的屎 那100万 有风险 现在那年我看南方周末 周正龙现在就是 每天早晨 一早晨跟那个新闻发言人 似的 什么活不看了 坐一板凳 院子里一坐 哗啦啦 十几个记者 跟记者聊 老婆在后边发 发唠叨嘀咕 说家里活都没人干了 整天采访 整天采访 然后周正龙还跟记者 要采访费呢 要采访费 这记者不是不干吗 当地的县里的 那个宣传部的干事 就打电话 说周正龙 你有点觉悟啊 那么多记者 还往县里 能要钱 我跟你说 最近我们子墨 那个社会能监督 采访周正龙 周正龙这个人挺有个性 你看看他在采访里说的话 挺逗的 我给你看一下 你从中央地方 你给我披着墙 你说这个东西是家里 你拿润头担包 你给我写在纸上 我会准评 你不管我多长的时候 打一只老虎 我打一只老虎 弄着车包到北京 拿到天安门广场上 那你又是一家的人 头在那我看他 你说这时候啊 他这个林野 陕西林野厅 把这个原本的71张照片 全公布出来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想法 要是说造假的话 人家猜他应该心虚啊 那怎么 他已经走上这个路了 我们 就是他只要说 这个可能性 这种子老虎 这个背后呢 是有这个政府的参与 那么可能就是犯了第一步错误 他就会用第二个错误 来引盖第一个错误 盖不住 在这个第三个 第四 越来越升级 一下推出这么多 这么多照片 让你 原来不是集中了一个照片什么 有年华吗 怎么就昏录 你还是假定说这个事情大概是假的 可是地方部门在这中间获益 所以他们现在要为这个辩护 然后网络这个提供了大家揭露真相的这个这个条件 这是一方面 我觉得还不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真假 就是不弄清楚是最有利的 对他们 他要弄清楚是很容易的 你说这个传媒啊 我到最近还 昨天还看一个事 最近好些人骂 说是这个什么 呃 央视 呃 咱也别说 没有人一女女女主持人 就画了个水墨画 画了个水墨画呢 就是赠给一家企业 因为这个企业是这个呃 中央台的那个广告的那个标王 嗯 你明白吗 但是呢 为什么网上很多人就就开始骂这个女主持啊 说你这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媒体的这个拼接啊 这个事就变成了啊 他的一张画 等于值了4300万还是4600万 4000多万 你明白我这意思吗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媒体要 看你怎么讲这个故事 比方说我要说呃 他这个企业是呃 投资广告最多的 他是标王 所以说呢 我们赠给你一个礼品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这个标题呢 也可以说成是 就是因为这个礼品 弄来这么多广告 张明的一张水墨画 能值几千万的这个广告吗 嗯 画这一下不就开始 而且啊 后面还有联想 那是女主播啊 那真的是画在起作用吗 等等 没错 最近萨克吉也迷上女主播吗 他这个就是 其实说你说的对 就是说有就是 但是呢 他这里头呢 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原来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肯定是地方政府想争一个保护区 他有利益嘛 嗯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财政体制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钱都在中央 你地方要花钱 你要骗 你要编故事 哈哈哈哈 就我们在我们都编故事 我们大学也是这样的 我们要逼项目 项目下播 项目下播啊 嗯嗯 你就编故事 我们自己就说编故事 编故事来骗钱 大家底涉也知道 你就编故事啊 关键是因为跟你关系 编的不 但是你怎么样 编的像还是不像 嗯 他这个编的不太像 编的不太像 以后炒出了以后呢 蔡太益就是说另外一个目的了 炒出了我知名度高 我地方知名度高啊 对不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啊 对不对 就算最后揪出来是一个 一个骗局也没关系啊 无所谓了 这个地方也热了 他无上大雅 你知道吗 最后那个也不会有什么 多少人来来承担责任 因为这个不是没有大伤害吗 媒体更更高兴了 网民也高兴 他有欲乐性啊 对啊 我跟你讲 他说的要不是你们也是 你们都是学者 我认为你们知识分子 应该在电视上啊 大声呼吁什么精神呢 科学精神 为什么讲故事能蒙人呢 这就是最近 我就觉得你看 从文革之后吧 好像还是从知识界提出一个词 就帮助我们清醒很多 就是提出一个词叫常识 常识的重要性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像那天 我看陈南青来做节目 都是在说 说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 什么都是新的 媒体也比较新 这个变革也比较新 我们公众啊 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啊 也比较新 他不像是说是 比如说在西方国家啊 这个比如说 一般人对于报纸上登的 或者什么样的刊物上登的 他有一种距离感 还是有一种距离感 不见得就是说 你说的就真的是这样 但是你看 咱们现在讲故事 就真能把人忽悠了 而且讲故事 你对吗 忽略 我现在就是发现了 太多人给我讲故事了 你知道吗 你跟谁一吃饭 就给我 哎呀文韬 你能从凤凰独立出来吗 我说干嘛 他说 我这你知道吗 我手头啊 几千万美元的这个基金呢 那个外国那个老板呢 把把把把钱给我 我花不出去 他整天催我 赶快你得在国内找投资啊 哎呀 我找着你了 我跟外国老板一说 Entertainment 是吧 他说哎 还给我讲 说中国的来人听 没错 徐老师 他在讲 你说你是什么 说你看 人家鲁豫是中国的Opera 这我一听 老外全懂了 你文韬 你得救一谁 你说你是中国的Leaderman 还是中国的拉里金 好 你上说一个 我回头 我回英国 我跟我老板说去 他就是中国的拉里金 咱们Entertainment 我让你当总经理 这 哎呀 听着我 听着我觉得 不听他的很亏啊 你知道吗 真是大动 我说我这凤凰 去点工资 难道我在外边市场上 能值这么些钱 值得考虑 值得考虑 可是你知道吗 这是 所有的朋友 甚至包括中国 很多单位的领导 你发现没有 他喜欢跟你讲 喜欢跟你讲故事 但是为什么 我们会听故事呢 我就看到一个民族 你的科学精神的缺失 我也曾经跟外国人 讲过故事 完全不灵 外国人一问就是 哪一天呢 是吧 下个月的哪一号 你的资金能不能到位 你这个资金的账户在什么地方 你个老板是谁 而且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文案 你的计划书 我不是有一次跟你讲过 我在飞机上听到两个人聊天 一个人在讲 有一个可以赚十亿的一个炒作的方法 另外一个旁边人听得很高兴 这两个人在飞机上刚认识的 到我下飞机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真的已经半信半疑 在问问题 我就在想 你就是没有common sense 他有这样的机会 他为什么跟你说 因为整个社会已经 其实就是缺乏常识 为什么呢 我们很长时间 想钱想风 都是在这种忽悠 就是说你底上 我们政府也忽悠 领导也忽悠我们 完了互相之间 他们之间大领导小女儿 互相忽悠 完了 你忽悠来忽悠去吧 你实际上你就忘了 都在假面 假面时间长 你就固定在脸上了 你就忘了你是谁了 别人都忘了自己是干嘛的 然后一个香港人问我 就什么叫忽悠 就解释这个词 后来我们想半天 解释不清楚 后来阿诚旁边说了一句 就天花乱坠 原来才想起来 我们讲的忽悠 就不单是吹牛 要吹到非常高 你明白 要高了以后 我们才被他迷惑 小吹不算 忽悠是要天花乱坠的意思 那么就是放卫星 放卫星 放天你能信 长官奔月了 你能相信 你能相信 我觉得你会撒谎 不会撒这么大的谎 对不对 而且他关键 他是有这种接受机制 就是因为他经常 怯国者侯嘛 什么叫怯国 这话又犯政策错误了 不 没没没 很早以前古人就说过了 你偷快欲呢 你就是强盗 对 你偷了国家 你就变成 怯钩者 怯钩者为诸侯 是吧 那你说是袁世凯 可以 从袁世凯 我就是袁世凯 我们不说别人 东国了 一切都光明正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周正龙现在成了中国 这个找虎英雄了 这个好多人出了这事 你说就外围的 这好多不是恶搞 这个华南虎的吗 就现在恶搞文化吗 但是你知道最近引起争论 因为封文啊 还没得到人大确认 封文成都市的这个林园林部门呢 准备向这个 还是已经向了 人大就申请要立法 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因什么而来呢 有个熊猫人 是个艺术家 名叫赵半迪 赵半迪 他搞的一个时装秀在北京 拿熊猫做造型 但是其中呢 出现了贪官 二奶 还是什么人 你看看这个 你看这照片 你看这是贪官 这是个熊猫脸了 再看下边 说这是三陪女 这这模特嘛 这三陪女 再看下边 这是听网上说的 说旁边那女的是照着 颜尔切纳姆办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说这事啊 就又引起愤怒了 你知道很多人就说 怎么能拿熊猫恶狗呢 国宝嘛 这侮辱我们那个那个熊猫这个文化嘛 好像是因为这个 所以呢 就准备说立法 就是说不不准 以后不准恶搞咱们的这个国宝 熊猫 他应该什么呢 应该让这个熊猫提出这个诉讼 找律师来打这个官司 你侮辱我猫阁 有人就说 如果真的立法了 那将是对熊猫最大的恶狗 为这事还立法 而且熊猫作为我们的象征 也还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中国人原来是龙嘛 对不对 不过是挺尴尬的 我听说海外很多华人 就是为了改变外国人 对龙的这个负面的印象 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西方人把龙啊 看成是很恶恶恶恶恶恶的东西 他们就去拼命去宣传 然后当然另外一种 就是把熊猫作为自己的形象 不过他那个提案是很可笑 但是啊就现在不是说吗 就是恶搞有没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说 说是恶搞是为了开心 但是呢也有人评论就说是 你现在这个开心实际都弄成恶心 那有人说这后现代文化呀 恶心就是开心 你们怎么看 中国关键是没经过现代化 就进入后现代 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现代化给你一个社会的基本的精英啊 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建立 连人权个性个人自由都没建立 就已经有了后现代 有了这些东西 没建立就开始解构 对 不过既然搞那就搞吧 没关系 其实大众会会选择 你比方说恶搞 效果最好是搞无极 无极 原因是他因为他恶搞的对象 本身有点恶搞 对 所以你也有人搞社界 不起作用啊 对不对 人家不会受他影响啊 搞什么东西效果 你搞熊猫没关系的 我们还是喜欢熊猫 不会因为这样的不喜欢熊猫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关恶搞的事情 但是你说像这样 会不会跟哪 一般人的一个 就像你说的一个 为人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底线 或者说 甚至说有些时候 说你这个人的这个品啊 品高不高 你这个人品要是不高 你以为那些装模作样 一本就不高 你这件事是不高 小时云猫 作词